對我來講他是一個存在就是偶像 這一次拍能夠跟他一起比較多對手戲 算是夢想神聖吧 大家可能對警匪片就有一線固定的印象 但我覺得這部是完全不是 希望潛行先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不一樣的警匪類型的彭音樂 你只要做對的選擇做開心的事情 想去做就去做 時間很寶貴 加油 Hi your good 朋友大家好 我是彭音樂 很高興來到新映畫 祝大家新年快樂 我看到劇本確實是很喜歡這劇本 我覺得這個劇本大家都很完整 當然有華仔哥的角色加龍哥覺得我的角色 可是我在看我這個警察的時候 我認為這個角色其實他代表了一個力量 因為導演關導我跟他合作也是韓戰認識的 還有悟空傳 所以其實我很開心去到香港在跟我熟悉的 我還是偶像啊演員啊團隊拍戲我覺得很好 還有這個類型其實當然是警匪片 大家可能對警匪片就有一線固定的印象 但我覺得這部是完全不是 因為我那時候看劇本給我感覺他很多文系跟表演 還有氣氛的 因為他講的是前行嘛 現在世界確實很多黑暗的部分 所以我們人必須要活在光裡 所以不管是加龍哥的角色或是黑暗代表 應該就是華仔哥了 那我應該就在中間拉著他 告訴他說 有一個光明的力量你必須要站在我們這一邊 可是這中間我也被這股黑暗的力量帶走了 我也開始懷疑我自己做警察的職責 兄弟犧牲了我會動搖 就是這個角色跟這個電影 我覺得講的其實層面是這樣 當然還是有動作啊場面啊那些 但我覺得更深入的是 這個角色他們面對自己生活怎麼面對 我覺得體驗來講是環境是熟悉的 工作人員我也很多都合作過了 這個韓戰啊機戰啊 然後演員來講就我肯定更熟悉 因為我都看他們電影長大的 然後我就沒想到 我也可以跟他們一起拍戲 還可以使喚加龍哥去抓那個劉德華大哥 然後我的這個角色就很有意思 在這個高階位一開始的時候 我說我像嗎 這個我能夠升任嗎 所以我也希望外型更俐落一點 然後更滄桑一點 所以希望狀態不要那麼好 當他脫下西裝換上去前線去救人的時候 或是做執行任務的時候 我希望有一個新的 我的演過警察的形象 他一個人確實就可以 用他的智慧跟帶對的能力 幾個人就可以殲滅這個團活 我希望有一個這樣的感覺 所以準備上也是比較充足啦 不管電視劇電影我都有空間的話 有時間可以多做一遍就做一遍 因為有時候拍完以後我會回去想說 剛剛那個做錯了 做得不夠好 或者什麼 以前就想很多 那我覺得在現場我應該多做一遍 或者有時間允許 都是一個不一樣的 動作的部分想再一條是因為 如果自己可以完整的完全做到 就不用剪輯了吧 我自己看動作片的時候會覺得 這個一條做的 很過癮吧 然後這個演員自己做的 我覺得也很過癮 好看的 我前面拍戲之前我先受了一些訓練 都已經花時間做排練 我希望拍的時候可以有一個真實的 大家看到的是 警察而不是很厲害的完美動作 因為有時候我們拍動作會希望好看 那我希望他就是真的是一個在 活動 我用我的表演去感受動作型 就不是動作好看為主 相對來講就 幅度的關係跟角色的要求沒有 但我自己有做一些準備嘛 例如網路這個部分就是我需要準備的 還有一些編碼 去認識一些 詞像什麼 我在戲裡面有講Lock4J Lock4J Java 然後那個是一個免費的一個系統 在戲裡面大家可以看到 我用這個去反追蹤這個黑客 所以其實這些東西都是蠻 蠻 需要去了解的 當然它不像說是 之前拍的戲是要一個外型 或是說它是另外一個很邊緣的角色 或是很特殊的一個職業 如果像《警警救援員》它是個特殊職業 戲裡面必須要有一次會進擊 會救援員會吊掛直升機 花比較多時間練槍是拍湄公河學的嘛 所以這部戲的時候就可能不是湄公河武警的那種感覺 就比較香港警察的一個訓練方式 拿槍什麼的 如果第一次演一個警匪片我肯定這些東西會很 會要很緊張吧 因為不熟悉 現在就覺得這個槍好像是我的一部分 就會比較踏實 我覺得我還好耶 我覺得還好 因為這個戲練得更壯了一點 是希望就是有這個力量的執行任務的時候 有一種大家會相信 哇 可以了 所以我覺得我還蠻耐打的 但只是沒想到佳樂哥真的太愛我了 給我好像準備200屏9屏 最後拍到第幾天第4天第5天就沒有了 定制那個9屏要功夫的 最後就只剩下真9屏了 所以他們也特別擔心 但是其實都是很安全 他們我都有穿護具的 那時候我們拍的時候 有一個想法用虛擬世界去鬥 跟華仔哥有聊 導演有聊 但是後來虛擬世界就變得好像有點太不 不夠實在 不實 很多觀眾如果要看的話 他可能會覺得那個好像卡通片 或什麼 所以又變得很多 又回到在表演上面 確實那個部分是比較 要花點時間去想的 然後也希望不要做得太過 所以在演的時候 我一直給了很多不同的 的情緒跟表演 因為有時候這個節奏是需要一秒鐘 比較難是那一秒鐘 你要達到那個導演的要求 不像一個一場戲 你有準備去 有時候可能就是那一秒鐘 那個節奏 所以在香港電影這個部分 這個也是一個新的體驗 我要爬得輕 你不用再跟我裝可憐了 我們一定會把毒販都抓起來 以後照著跟我走 George 去修號 小時候看他太多的戲 對我來講 他是一個存在就是偶像 然後到入行以後 我跟他也合作過幾次 長城是比較多聊天的機會 這一次拍 能夠跟他一起 比較多對手戲 從來沒想過 就是一個算是夢想成生吧 監製還是蠻要求很高的 我小時候就會帶我外婆看很多電影 會去電影院看華仔哥的電影 陪外婆走路去買票啊 看到他就無形直接想模仿他 還聽他的歌啊 那時候聽他的四大天王 還有一部戲 我之前也有向他致敬 叫做翻滾巴拉戲 我在戲裡面演的那個 因為那個時候確實在那個年代 連現在都騎那個我們叫野狼125 白色摩托車 就有點是他的戲裡面那樣的狀態 然後穿的那個牛仔外套 那沒想到就是已經十幾年後了 是要把深入的對手戲 對啊就可以跟華仔哥在拍戲了 那一場戲其實我當時 可能也有一點自己帶入吧 如果是一個真正獨孝 完全沒情感的話 我對他兇狠或是硬起來 就完全在正義的那一面 是可以很清楚的 可能因為那戲裡面這個角色 碰到修浩阿南的趣事 還有袁捨雪爺的離開以後 對於正義的這個法律有點動搖了 這個芳欣在質問他的時候 其實他也是一個失去另外一半 跟小孩剛出生他怎麼辦 所以我那時候也有提出來問華仔哥說 是不是可以多一點說 其實我心裡還有一個念 放下屠刀 立立成否回頭之岸 就有一點這個感覺去演這場戲 雖然你說過壞 但是在法律面前 你只要認錯了 所以給他一個機會 但他還是決定 他就是要 No 不可以 那個時候我就更狠下心 那沒辦法 我就必須要這樣 我不是那種演員是 就是完全 二四小時都在 因為我還是要吃飯 還是要跟家人打電話 打電話什麼 所以我進入角色之後 不管加東哥 或者華仔哥 現場任何演員在表演講的話 帶給我的能量 然後我就做反應 然後那 回去收工了 就當然還是自在 但是那幾個月會是很緊繃的壓力 其實處於一個 那個狀態 而且他確實也是老闆 所以我抓老闆 老闆 也有一個這樣的代入 沒有人蹬我 我不知道 我比較好認嗎 可是我意思說 不是只有我出門吧 所有演員都要出去生活的 我不曉得 為什麼 變成偶遇了 他們特別想知道 偶遇朋友圓的秘訣是什麼 反正我在 碰到我的影片 我都很開心 那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 是不是都是我的影片 也許只是看到 反正網路上 他都拍照 也有可能他想拍 我都可以 沒有關係 如果我跟他拍照 他今天一整天 因為這件事情很開心 我覺得 那為什麼不呢 我的想法就是這樣 很簡單 有什麼心理話 想跟他們說的嗎 我在遛狗的時候 我在剪大 剪便便的時候 可以等我一下 然後有 跟我剪完再拍 然後 影迷的話就 當然謝謝他們每一次到 錄演 其實我錄演都希望見到他們 但是 因為我平常也比較少活動 就確實這幾年 比較想休息一下 而且 家裡也需要我的照顧 有些作品應該陸續會少 然後 我會多拍一點好的作品 希望潛行先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 不一樣的景北類型的紅衣院 然後希望大家會喜歡 然後 新的一年要到了 我覺得現在的我更 更放鬆 更自在一點 世界現在 很多事情在發生 我們還是要很正向的 面對自己的生活 還有很多事情 我們可以去做 你只要做 對的選擇 做開心的事情 想去做就去做 時間 很寶貴 加油 我沒想到會這樣 你殺一個人 就多一個告你的證據 你來拉我整個朋友 我要說認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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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